咱们中国现在的地方区域划分基本上就是省市县 而古代划分跟今天有很多不同 含义也是大有区别 比如州 郡 国 道 陆 府 军等 据考证 我国古代划分行政区域是从春秋开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朝正式确立的 在春秋之前 我国并没有什么地方行政区的划分之说 你像商朝 中央浩京那一块是商的 其他各地都是方国部落 以前都是各自玩各自的独立部落 商部落比较厉害嘛 大家都尊商为共主 商王就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 武王法宙之后 周朝改进了一下 采取封邦建国的封建制来划分区 这便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分封制 通过分封制 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 周朝开发边远地区 扩大统治区域 并逐步构织出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 形成对周王室众兴捧月般的政治格局 打破了夏商时期 众邦国林立的状态 周成为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强国 而周王室衰微之后 诸侯国各自攻伐 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 当时的强国 秦 楚 齐 开始设立县 秦国和老袍 诸侯国 晋国设立了郡 战国时 七雄基本上都是在国内推行郡和县 郡县的长官由国军直接任命 但是这个时候 郡和县 它还不是隶属关系 而是平行关系 是按照离统治中心远近来划分的 离都城近的是县 离边境近的是郡 而等到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后 所谓是铺天之甲 莫非王土 国土空前广袤 嬴政大逼一挥 直接把天下分成了36个郡 等到胡亥王秦的时候 增至48郡 这也就标志着我国官僚体制 取代了贵族世纪制 其中著名的就是 河东 太原 上党 三川 东郡 影川 南洋 南郡 九江 四水 巨鹿 狼牙 快鸡 汉中 蜀郡 八郡 龙鸡 九园 云中 燕门 上谷 渝阳 右北平 辽西 辽东 南海 桂林 象郡 邯郸 荡郡 薛郡 和长沙 此后历代都有郡 只是区域变小了 直到隋朝的时候 取消了郡 唐代是周郡交替 到宋朝 郡被彻底废除 秦始皇定的这个规矩呢 就是郡是中央政府以下 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 而县从以前的平级 就改为了郡的下级行政机构 更为有趣的是 虽说郡不存在了 可是秦之后两千多年 无论行政区划如何变更 县作为基本的行政单位是一直都有 数量也比较稳定 一直到现在还保持在一千两百多个左右 那么秦朝灭亡 汉朝建立 汉朱延期秦制 其实呢也执行的是郡建制 但他又有不同 为了照顾一起打江山的好兄弟 刘邦曾经分封了不少异性王 像梁王彭月 楚王韩信 燕王赃图 淮南王英部 韩王信 赵王张尔 长沙王吴瑞 这些异性诸侯王占有汉朝大片疆域 且手握重兵 对汉朝中央的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 刘邦一狠心 最后全都给剿灭了 刘家的全给上去了 这也使得汉朝有了国这一行政划分的名称 那这里边的国呢 跟春秋战国的国家可不一样 他们可不敢跟中央造次啊 皇帝可以有绝对权威 能够削帆夺权 汉代国的这个区域呢 是略等于郡 当时一说国的时候 都会连起来说的啊 就是郡国郡国得连称 历经文景之志 到了汉武大帝登基后 刘彻为了干出一番空前绝后的伟业 先对江域动手了 两汉时期的州呢 就是刘彻当年他制定的 汉武帝当时觉得 全国有103个军 管理起来有些松散 干脆在他们的上边呢 再设个州 遂将全国划分为13个部分 每部派一名刺使去监察百官 以加强中央集权 这13个监察区也被称作 13刺使部或者13州 分别是四州 玉州 燕州 徐州 青州 梁州 梁州是先设 雍州 后赶梁州 以及并州 济州 幽州 扬州 京州 益州 和焦州 原本的汉武帝是想用意寻查所属郡国的 可是后来呢 刺使掌握了兵权就不再是单纯的监察了 而是走了实权了 那么在三国当中你像刘备自领益州墓 曹操领衍州那都是按照这个区画来按的头衔 等历史到了南北朝时期 州的范围逐渐缩小 到了唐朝天下共有三百多个州 完全就是行政区域了 明清的时候就把这个州改为了府 将宋元时期的鹿府或州县三级 讲化为了府和县两级 比如说燕州府扬州府等 那好 既然我们提到了鹿啊 马鹿的鹿和今天的省大体相当 你像在北宋制道三年 就是公元997年 分全国为十五鹿 即京东 京西 河北 陕西 河东 淮南 两侧 江南 京湖南 京湖北 西川 福建 广南东 广南西 匣路 元代呢其实也有鹿 但是宋代鹿大 元代鹿小 就相当于州府了 那么开头的这个道又是什么区域呢 道原本是唐朝设置的监察区 跟汉武帝设置的州类似 但唐朝中叶道已名存实亡 节度时所辖之地虽不少称道 但道的行政区域中央根本就插不上手 到了宋朝的这个路 其实就是仿唐代的道制而设置的 那后头呢明清的时候也有道 虽然沿用元朝的行政制度 管辖范围可小了很多 省下直接就是府 府下再设县 而道仅仅是个军区划分的单位 看起来比县要大很多 但已经不能算是行政划分里的单位了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 大家伙都陌生的军 军队的军 这是宋代的行政区域 一个军呢等于一个州或者府 被鹿直接管辖 像是宋朝比较有名的平定军 其实呢就是平定州的一词 不过来就像是宋朝比较有名的平定军 就像是宋朝比较有名的平定军 所以我们再来说一词